日前日本第二大电信应用商KDDI公司就7月发生了全国大规模通信故障事件承诺向客户赔偿 受事故影响的3915万户将获得200日元的赔偿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 欢迎点击屏幕上有用按钮支持我一下 通讯故障发生在7月2日凌晨一点半后 此次大规模通信故障在事故发生后花费了86小时 大约三天半左右才全面恢复 去年10月NTT Docomo通信公司发生了大规模通信故障中 用户最多的是4G通信网持续受影响 约半天被称为翻盖机的非智能手机使用3G通信网量彻底中断 花了29小时才完全恢复 当时由于通话和数据通信难以使用等问题 总共有1290万用户受到影响 在2018年12月Sopital Bank口通信公司通信故障 影响持续的4个半小时大约有3060万用户无法使用通讯 和数据通讯总务审高度重视说不得报库通信公司 在同一年里发生了三次通信故障事件 并给予行政指导彻底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此外此次造成通信故障的KTDI通信公司 在2013年4月也造成了多达288万人无法收发修建的通信故障 其余相关部门透露 这次的大规模通信故障事故起因是为了维护和管理通信网络 而更新设备时发生的故障 导致15分钟无法进行语音通话的问题 出于这个原因将数据恢复到原始设备 但管理语音呼叫的交换设备访问量 急速增加导致一种称为拥塞的状态 为防止网络因集中访问而完全无法使用 被迫限制通话和数据通信 难以通信的状态在全国蔓延 然而短短几分钟的处理受影响范围之广泛 七项数据自动采集系统银行的自动提款机 货用列车的用行快递包裹跟踪系统 以及和汽车连接的互联网服务都相继无法使用 另外由于KTDI公司大规模通信故障 造成两名登山者在北海道黑松内 三习遇险无法向消贩部门或警察打电话 最终通过社交平台LINE求助才得以获救 此外东京都还表示 期间因为感染新冠在宅疗养的人 每天有120到130人通过手机 无法联系健康观察程序受到影响 根据快递巨头公司透露 迎受KTDI等通讯不稳定的影响 在车站和超市等设置的开放式置物柜 部分地区无法使用派送或领取包裹 另一方面交通设施也受到了影响 小田级巴士京城巴士等一部分巴士公司 虽然没有造成用选障碍 但是在巴士站的向导榜无法连上网络 无法使用系统测试巴士用行的地点和到达时间 彭大说通过熟悉信息通信的东京大学中委张宏教授了解 基本上用户很难在用营商开发通信基础设施商的前提下采取测试 教授表示使用WiFi和数据通信作为替代方案 也很重要根据服务质量选择服务提供商 如果你不能承受失去通信的后果 你可以通过使用多个服务提供商的线路来保护其他通信方式 即使他需要花钱也是必要的